距離北京冬奧會開幕還有22日 國際社會分析近期在天津出現的Omicron本地傳播 對冬奧會和中國整體防疫工作帶來很多不確定性 蘇可文報導 早在去年12月天津就發現了 中國大陸第一宗Omicron變異病毒確診病例 是一個由海外回中國的旅客 但是5日之前天津當局宣布 再次發現兩宗Omicron確診病例 並指出是本土傳播 相信在元旦假期就已經在社區裡面存在 目前河南安陽市和遼寧大連市 都已經發現幾宗源自天津的Omicron病例 Omicron在中國出現的時間和地點 都引起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 因為離開北京冬奧會開幕只剩下22日的時間 而天津距離北京只有100多公里 芝加哥大學中國政治學教授楊大利表示 隨著各國奧運代表團的抵達 北京將會面臨更大的挑戰 一方面需要確保疫情不會影響冬奧會 另一方面又要確保冬奧會不會令到中國疫情加重 日本公共衛生政策專家 芝加涉谷健師就表示 東京奧運會期間的防疫管控措施 比正常的民間措施更加嚴格有效 北京冬奧會將會實行嚴格的閉環措施 保證運動員、工作人員、媒體和中國本地居民不會接觸 不過印度免疫學家Vinita Barr就表示 中國的清零政策成功控制了初期的新冠疫情 但是Omicron傳播迅速甚至能夠避開疫苗 這樣對中國大規模沒有新冠抗體的人口 是一個潛在威脅 給我來看